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咱们继续来看为期四天的Hustler全明星周末 接着来看Peter老板还有Brenny大牌 先来看本期视频的第一手牌 翻牌六七九两张黑桃 这是个三人池 目前Francisco拿到顶对顶踢 翻后Peter丢出了三颗一千的筹码 在后卫先开了一枪 结果两个中牌的牌手全都没走 转牌第三张黑桃发出来 两个人又过 我打你没有跟 然后呢你没有不打 算了Peter想了想我也不打了 最终合牌一张十 牌面现在单八成顺 这个时候谁站出来打一枪可能就能赢啊 Francisco他这一对九都不一定能跟得动 好Peter进攻了 天呐真下本啊 地池一万三 Peter直接打出一个满池 谁让你们不动的 那就别怪我了 接着来看这手牌 Mario拿着口袋十推出三败 结果他还是吃到了一个四败 关键林儿姐手里还有一对钩啊 这一对钩是跟住还是加住呢 这看起来好像是个五败了 哇塞 这个底池翻前又大了 五败做到了四万五 后手剩下八万多 这手牌得打成什么样啊 能跟得动五败的牌是吧 也可能是藏了一对A 也可能是一手AK 最差 可能会是一手一圈 而这个翻牌面就很恶心啊 三张红桃 这对于零姐并不是很有利 这牌面如果迪伦 来个check race什么的 零零怕是也很难受 他甚至是直接先推 哦呦 底池瞬间来到了十八万 这真的是给零姐出难题了 有可能是一对圈对吧 也有可能是一手AK 带一张大红桃 还有比较差的结果 就是对手一手A圈 一张 A次红桃 那样的话 零姐就万劫不复了 感觉这个牌面 零姐就算头再铁 好像也跟不动啊 搜的一个闪现 裁判到场 你们猜猜零姐 这手牌考虑了多久 你们绝对猜不到啊 零姐整整考虑了十分钟 连裁判都占了五分多钟 只能倒计时了 不然零姐应该能考虑一晚上 最终她还是 疯掉了 面对对手的鱼四网破 零姐也确实不敢冒险 来 接着往下看 Tomer老板拿到一对五 手里的一万多全扔了出去 哎呀 Tomer 今天晚上也挺悲剧的 输的只剩一万多了 零姐最终拿一手一勾接了 小口带对子 胜算还可以啊 看运气吧 一次发牌 还行 没没勾 顺子面也没有 还算是比较稳的 转牌 哎 哎 这就恶心了 一手A嗨 一手勾嗨都赢了 直接给Tomer发成了个面嗨 你这两张五 你还不如不给我 真的是 接着来看这手牌 Jack老板一手K勾砸色翻前 起的open Peter老板翻牌面 拿到八十两对 打了两千 猛起来了Jack 他觉得这牌面还算比较干 尝试着去硬抢这个底池 但是Mario拿着顶对 Peter拿着两对 这个底池不是你八千就能抢走的 好 一个race一个call 这Peter不加注哦 这应该会加注吧 撞上set6就认了 撞上set6也不一定会输 对吧 应该是要加注的 两万 What are you doing Peter三拜做到了两万六 Jack这八千没了 现在看Mario怎么来处理这个顶对了 Peter会不会是两张黑桃呢 有可能 Mario如果跟的话 那就是欧印了 OK Let's gamble 好 最终底池 九万四 这牌发什么能赢 发圈能赢啊 除了圈 来啥也没用啊 Peter's ahead right now and a four to one favorite pot is ninety four thousand dollars 来看转牌 Pieter这好运是用完了吗 前半段直接无敌 这后半段开始走没运了 继续来看这手牌 Pieter五十红桃做到三败 Branny A十杂色 Mario四五黑桃全部选择跟住 翻牌面给到Mario一个铜花挺牌 给到Peter一个抵队 Branny的话 那顺人的挺牌 不过以我对Brenny的了解啊 中队啊 抵队 他基本是不会打的 跟住去看看转牌有没有圈 没圈的话 他可能就走了 一败的一扣 买花还是挺划算的 Mario继续跟住 转牌 一张方片五 Peter五十两对到手 Peter今天晚上拿了不少两对啊 你吃两万 Peter这一枪打的比较重了 Branny肯定是走了 不用问啊 一定会走啊 打了一万七 Mario这花还要不要买下去 好 来看盒牌 最终盒牌是一张方片 哎呀 如果Brenny不走的话 这岂不是个双杀 但如果Brenny不走啊 我觉得Peter啊 合牌还会再来一枪 牌面现在单圈成顺啊 Peter也不敢打 继续往下看 口袋五口袋K Brenny拿到一对K 先手加住到了两千 哦 小猛为Mario反手拿着一对钩 这应该是个三败了 这口袋K如果跑口袋钩啊 都得替Brenny捏把汗 今天晚上Badbit可太多了 O-in节果然是个急脾气啊 四败就直接推了O-in Mario一摊手 那来呗 12万的底持 可别再把Brenny发死了 已经把Brenny发死好多回了 转牌 这要来张K 就不知道是福还是货了 还算比较稳 合牌 哎呦不容易啊 好12万的大底持 Brenny离回水又进了一步 接着往下看 Jack老板又是口袋五 专卫三败做到6000 Peter拿一手K圈接了 翻牌三圈八 Peter拿到顶对 这牌还挺舒服 Peter先手过牌 Jack一对五 怎么玩呢 直接过了 有摊牌价值啊 他怕吃到Chack Chris 转牌一张六 Peter 特上发力了 底持12000 Peter打了9000 这对五还要坚持吗 看来Jack老板的想法很简单 他觉得Peter可能就是没中牌 所以转牌才打这么重 而最终这张合牌就很恶心了 Peter还在打价值啊 应该是要在打价值的 5000 1万 2万 好家伙 这一枪啊奔着3万去了 Peter是真喜欢打满池 29,000 哎 24,000吗 听到这个O-in啊 Peter头都大了 但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还能怎么办呢 12万的坡 Peter这4万可能也要卷出去了 Jack在Bluff的可能性应该是比较低的 想去做Bluff的话 转牌估计就打了 有一说一啊 Jack转牌这个跟住啊 真的太精髓了 继续来看Hustler全明星周末 先来看本期视频的第一手牌 Sashimi终于上桌了 圈石杂色 庄位加注到1200 Peter拿到一对K 300做到将近4000 哟这是谁啊 David老板啊 David老板和Peter打牌 感觉很像啊 起手范围都很宽 他俩有一番争夺了 翻牌有K Peter中赛 牌力超强 Peter还是决定进攻 一般人会先过牌吧 David中六跟住 转牌一张钩 翻牌的下注被跟了 Peter继续打 随随便便丢出一万啊 轻描淡写的 David这是不信Peter中牌 怎么说盒牌 Peter打多少 接着来呗 3万 还是5万 说实话 之前那张桌子 有那么点枯燥 但是David老板来 就不一样了 看看今天David得输多少 盒牌 Peter打了3万 这个跟住应该不会花太多的时间 你看 David早就想好了 他就觉得Peter没牌 今晚第一个地池 来看这一手拍 Jeremy90草花 加住入池 欧阴姐20方片跟住 Sashimi很坏啊 寿司藏了一手AK啊 哎呀 把老麦克给骗了 老麦克大忙为做了挤压 结果吃到了Sashimi的反家 这就难受了 Sashimi Sashimi AK跑一钩 呃 好在花色没被压制 老麦克还是有机会的 两次发牌 Pork 黑狗两对吗 第一次发牌就活下来了 有圈吗 草花来了 合牌 Sashimi的AK被发死了 来个奇迹 你自己喊的吗 你喊一张钩这不钩就来了吗 这都可以啊 A钩跟AK跑能有两回啊 老迈克运气不错 接着往下看 Sashimi用一手圈钩砸色 跟住了Luda的Open Luda拿到一手好牌啊 哎呀 翻牌有圈 刚刚才被发死的Sashimi 又陷入了另外一个漩涡啊 Luda很坏 先手过牌 Sashimi打了3000 我以为他吃到家住了 还没有 转牌一张二 好 打光了 两次发牌 6%的胜算 哎呀 Sashimi 看来要输光了 没事 会有奇迹 奇迹他不就来了吗 怎么全是这种发牌啊 第二次啊 一张S 可以啊 活下来了就不容易啊 继续往下看 两匹马又要跑起来了 Luda A6黑桃推出博物院 皮特拿到一手A9 又是压制啊 两次发牌被压制 没关系 今天晚上这张桌子呢奇迹多多 啊翻牌 有6-6有6-6有6有9 这对卢的来说更难了 这对卢的来说更难了 哦 皮特还是没压力 6已经没有了对吧 就剩一张了 合牌 还有6 红桃那还好 这得亏皮特手里有张红桃 不然还真被刨死了 继续往下看 翻钱的加注呢 路德克里斯 五七草花 瑞斯到1200 老唐可以勾跟住 Brenny拿到一手 A圈直接推出来 老麦克的A10 要不要接 这牌麦克要接了的话 Brenny基本就稳了 麦克如果不接 反回来的话 路德应该是接不动 老唐这不好说 萨西米全10 皮特四把草花 全走了 好 剩下老唐用一手 K勾接了这个win 这胜算 就很不合理 明明现在A圈领先 完了 4万的底持 Brenny要数完了 Brenny最近排运好像不佳 真的不怎么迎牌 接着来往下看 路德拿到一手A9 先手把open做到了2000 今晚录的压力深大 怎么我2000的open 我连翻牌都看不见吗 还是看两个顶级老板单挑 270的牌面很干 皮特 翻后继续打 翻前打了1万2 翻后这一枪也不能太轻 1万5 戴威真的跟皮特这是杠上了 必须得打 有牌没牌都得搞 哎呦 翻牌面直接夹住 我以为会转牌再打 太凶了 不过这回戴威判断还是挺准的 也恰好赶上皮特没牌 皮特这一枪开出来 已经前驴技穷了 漂亮 还有亮牌 还要去搞皮特的心态 行 后面有的看了 后面4个小时啊 估计能有一番 腥风血雨的战斗了 来 看这手牌啊 sashimi装卫可以就杂色 没人家住吗 只有一个straddle啊 straddle还没出来 戴威老板 看戴威老板了 戴威老板只有一手圈石草花 直接敲桌子 这样的话6人吃 比运气吧 翻牌有圈 戴威老板拿到顶盾 其他人好像 没什么太好的牌了 这牌应该打不起来了吧 转牌一张8 路德克里斯拿到了摊牌架势 怎么着 皮特老板有想法 卡顺听牌打了一枪 哎呀 这算不算是抛砖引玉呢 戴威只是跟住 路德也跟住 老唐一对三 盖掉sashimi K9 盖掉 盖牌 这牌发的有点意思 路德翻牌面还啥都没有呢 盖牌变成三条了 打一枪 底持一万一 看看 戴威会不会支付 路德打了8800 打得还挺重 皮特得走了 干嘛呢 皮特 皮特这不打算盖牌吗 皮特这是觉得 路德可能是在拿一张圈打价值吗 这难道想去演一张8 这要是演张8 那就把戴威给解放了呀 还真是个瑞斯啊 这真是给戴威老板指了一条名路啊 一个败层一个瑞斯 而戴威老板 也思考上了 换做其他人可能是两个盖牌的 对吧 这俩老板谁都不想走 一个加注了不说 另外一个还有想法 这真不能判断 自己领先吧 这牌如果真的 戴威来个跟住啊 其实路德 可能不太会怕戴威啊 会比较怕皮特 皮特如果拿着两张4 甚至两张7啊 都是有可能的 真跟了 我告诉他们我有8 路德懵了 我有8 你们在干嘛 路德手里捏着8 都在怀疑自己的实力 这两个老板啊 真的是 我觉得路德应该是会跟的 这如果盖掉了 另外俩人一亮牌啊 这路德得死啊 直接脑溢血 好 那随着路德的跟住 这期视频呢 到这儿也就告一段落了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见 我认识我告诉他们我有8 我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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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